据台媒报道 高空台湾的民进党等标语 抗议团体发布新闻稿指责佩洛西无端挑衅 急剧升高台海紧张情势 台湾人民不欢迎佩洛西来窜访 台湾新闻机构前官员钟晴也到现场抗议 她表示民进党高官与境外势力勾连 以触犯外患罪 我们不需要美国这样在全世界煽动战乱的霸权 来把台湾当作一枚棋子 我们要捍卫台湾本身的前途 台北市警方出动大量警力 在现场维持秩序 抗议活动约在当天下午5点30分结束 中时新闻网2日发表评论表示 佩洛西知道 窜访台湾计划可能将台海推向危险局面 但她仍坚持追求所谓个人历史定位 不顾台湾地区的安危 8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应对和有利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她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